就团结起来了 团结起来之后 刚才讲了 深入自己的经典 别的宗教经典 我们都要学习 要很认真学习 要以清净心学习 要以真诚心学习 要以恭敬心学习 没有这三个条件 你学不到 所以我有一次 在马来西亚 跟马哈地长老 讨论这些问题 我说我读古兰经 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对真主有孝顺心 有真诚心 有恭敬心 古兰经我读不懂 我有这个心 跟他的心很接近 我能看得懂 我看圣经 说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 我才能把他意思看懂 看明白 不能够分 我是佛教 他是基督教 他是悔教 不能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 你三个教的东西 读不懂 这些错误的念头 统统放下 就是以清净 平等 真诚 恭敬 你去学习 你全都学到了 这不分别 楼子 海拔 海拔 感谢观看